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刘亦飞 两年前测过一次,时间过得很快 再来看一下它的发展 它是87年8月25号 这边也没有几点,反正姑且看之了 确实没有 先看一下命格吧 丙火生在深月秋天,坐下午火日干偏落 但仔细看的话,年枝是卯木为正硬 年干是劫财,坐下又是洋乐 很明显日干就偏旺了 中国的文化讲究的是一个阴阳平衡 望向的要被治 弱的话要被帮扶 很明显以身经为用,起到一个谢氏的作用 但是不好的点在于卯和生有暗和的意思 用神最怕的是被和或者被冲 被和住了 而且合住的是年,年为太岁 也就是父母公,表示原生家庭 比如父母感情不合了,或者经常吵架了 亦或是容易分开了 因为没有石柱嘛 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像 这边有没有介绍呢 原生家庭一般来讲要差一些 算了,反正姑且看之吧 我直接说好了 没有介绍啊 那一直以来啊 以身经为用的话 从根续运也就是16岁开始 那很明显就有很好的发展 嗯,也就是零欧年嘛 这边呢,刚好是零欧年 嗯,是金粉世家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第一部电视剧啊 这部剧倒是看过啊 连我都看过啊 嗯,以这个来讲的话 嗯,很明显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嘛 零欧年 那么今年是2022年 已经过去20年了 那么十年也不遇嘛 代表这一年 也就是从今年开始 有新的一个发展 那好不好呢 新的发展有的是往好的 有的是往差的 那么对自身而言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可以啊 任子啊 初看一下 哎呦,天克地充啊 这个很差呀 但是 凡事都有特例 啊,丙武见任子 啊,这种的话反而是好事情 为什么这叫水火积技 刚好呢 这种相冲的话就容易啊 如果普通人的话呢 很容易 比如说一夜暴富 一夜成名 但是呢 对于这种已经有一定名气的 啊,一定是 已经是这个成名的演员了 歌手了这一类的话呢 那么可以理解为有再次 比如说再次翻红了 或者说 更好的发展了等等 或者说从事新的一个业务了 项目了 这些 那今年是这么一个项 呃 那,当然了 今年毕竟有冲的这个 神经嘛 那表示在今年可能不太稳定 啊,好几个话 喜忧参半 当然好几个不好 这个 那对于普通人啊 或者路人来讲 好像并不是很清楚 啊,那因为有隐身冲嘛 最差的一个是在这个今年嘛 一个是在 六月到七月 啊,大概是这个时间点嘛 啊,就是六月份到七月初之间吧 啊,包括现阶段吧 可能相对说差一些 或者麻烦是多一点 啊,还有一个呢 但是在这个十二月份啊 所以今年呢十二月份也不太行啊 这个不太好 指的是说可能在某一方面 因为大运走向是很好的 但是流年能冲啊 或者可以理解为 嗯,每次就能做成功一件事情啊 总是会有一些这个非议了 麻烦了 因为七杀它本来就是麻烦是 是非 啊,这么一个意思 啊,好天科地冲嘛 啊,又是冲的是这个圣经为财了 这么一个意思啊 这么一个像吧 所以刚才讲的最差的是 啊,今年 可能某方面成就来讲 或者说哎呀 别人会说挺好的啊 啊,出演了什么剧啊 啊,或者说又是参加了什么节目啊 这个名气更加的 呃 有一个发展 或者说个人有更好的提升 这好事情 但是必然存存在的一些麻烦事吧 啊,这个时间点呢 应该是在六月六七月份 就现在这阶段 还有一个月呢 是在这个年底十二月左右 啊,这个也反反正好与不好 这个到时候可以验证了嘛 啊,这从事业来讲 我相信肯定有好的发展 代表性的 呃,事物的产生嘛 啊,还有点呢 这个饼五日嘛 制作洋论啊 通常来讲 制作洋论 尤其是女性啊 啊,不管 这个 洋论是 喜事纪 一般来讲 洋论夫妻宫的话 在婚恋方面 婚恋方面要差一点 啊,因为这种 独立性的思维啊 或者是 女性啊 这种 现代女性嘛 比较的自主 啊,不太会完全依赖别人呢 说靠丈夫了 怎么样了 这不可能啊 但这种呢 呃,再加上又是财心 往往遇到的另一半呢 都是那种门当户对啦 或者说另一半呢 可能也是很好的发展的那种呢 就是彼此可能名 呃,比如事业方面都是 有点类似的 或者彼此性格呢 有点类似 那么就容易产生这种 各过各的 那各过各的 长期一来的话 很容易这个 那就分开了嘛 可能性格不合了 或者说工作了 忙忙忙 啊,类似于 啊,类似于 之前测过的 这个宋慧桥 还有这个 呃 宋忠基吧 他们 都是演员吗 都是怎么样吗 但是应该是分开了 啊,有印象 啊,类似于这种情况 可能所谓的这个 呃,见面时间少了 或者说要追求个人的事业了 没办法了 等等感情就淡了 啊,这一类的 他不会说 呃,说那一般特别差了 什么 啊,对自身有什么伤害了 这个都不自由 只是说可能各自的 这种独立的思想 比较的多一些 那么容易产生这么一种情况 啊,那什么时间点呢 他应该是分开 我记得是离婚了吧 啊,应该是 哪一年都忘记了啊 不管了 那么按正常来讲 应该在23年,鬼某年 哎,这一年 哎 就明年嘛 本明年 反而是容易 啊,不说结婚嘛 那最起码感情相对说好一些 啊,这个意思 以事业来讲 今年,刚才说了 任子年嘛 代表今年大运的发生 是好事情 新领项目嘛 呃,会有更好的发展 可能 会比之前的高度更高一些 啊,当然这个 也是在某个特定范围内 有的人可能是 比如在中国火了 有的人是在某个国家了 啊,但不管怎么样嘛 我呢,我事业会 比较有利 但今年最差的是在 刚刚说的六七月份 还有一个 是在这个年底 12月左右 到元旦之间嘛 啊,这么一个趋向 嗯,当演员当然好了啊 啊,下次再来讲一讲 什么样的人 会什么爆红啦 或者说适合当演员呢 这个 啊,是演员吧 这个都已经知道了 丙火嘛 丙舞嘛 啊,有个太阳 别人看得到的嘛 高高在上的嘛 就这么一个意思 嗯 蛮有意思的 这种命格就比较容易分析 好与不好一点 能够看出来 大运,很好 流年 喜悠参半 那就是今年的这个意思了 好,就不来啰嗦了 希望他顺利吧 嗯 情感的话 刚才也说了 可能个性当中 过于都独立了 再加上是 这个以财为用的人 多数那种 刚才所说的 门当户对 彼此性格类似 追缺独立 啊,事业 那么 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好啊 嗯 希望他顺利吧